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析一下什么 就是德不配位 必有丹央 德不配位 你今天给你做一个很高的位置 但是你没有道德 你比方说很多贪官怎么出事的啦 德不配位啊 叫你为人民服务的 你去赚人民的钱啦 那你道德败坏了 对不对啊 那你照样了不啦 抓进去了不啦 这这这这种解释还要讲啊 好了 嗯 就不管是在哪里的话 需要有这个德行才能够的位置 对啊 你做爸爸也是的 你在家里不好好的教育孩子 你德不配位 你就遭殃了 孩子就不理你了 对不对啊 你做女人的 你对自己的老公不好 那你就是德不配位啊 你对做男人的 你对自己的老婆不好也叫德不配位 你孩子对父母亲不孝顺叫德不配位啊 必定遭殃啊 嗯 师父在教育你们 你们对师父不忠敬 叫德不配位啊 没有道德 听得懂吗 遭殃就赶出去了 嗯 逐出山门啊 这还不懂啊 嗯 好 那感恩师父 我就叫你们要好好的努力 嗯 你们做年轻人 嗯 要懂得德不配位 要懂得道德要配位 明白吗 既然学了就要好好学 明白 既然明白道理了 就不应该再退转 这就 这就是人的一种道德 听得懂了吗 嗯 是 对 对 对 一个